中间段要想把物理知识学透,重点就在找到好的方法,特别是要从基础开始,找到学习的突破口。 不少孩子由于物理初期没有学好,后续的学习就出现了巨大问题,那么就要从方法上再以改进,不断突破,找到学习的窍门,因为知识都是死的,只有将知识用起来,学习才有效果。 那么要想提高学习成绩,就要想办法把基础知识弄懂,这样才能不断提高孩子对物理知识的学习与掌握能力,学习是深入浅出的。 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,那么学到的知识也将不会具有任何用处,所以学习要享有方法,关键还是要道理通。 书本知识就是我们懂道理的一句,在物理书上的具体知识,需要通过具体的方法加以掌握,特别是在对知识的总结与归纳的时候,更要有一定的方式方法,通过对知识的整体构建,才能搭建起学习的桥梁,为学习的深入开展奠定基础。 这也是复习的一个目的,是让知识更加简化明了,同时渗入一层,不断学透。 这里的物理知识图解,我希望家长可以带给孩子,学习的责任就在于每个家庭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,因为孩子还小,特别需要我们大人指引,虽然我们不能代理,但是理应有所知道,才不是责任之所在。 好了,由于篇幅有限,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,如果你的孩子学习有问题,像其他的一个学习资料,试卷的,密集的,那么不妨去微信端搜查栏查找,输入24182781170。